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 我昨天做一个视频跟大家介绍了就关于香港他们 在今年夏天以来,他们广泛的对大陆,对中央政府,对大陆企业,对大陆人 进行了广泛的攻击,有语言上的攻击,还有人身上的攻击 他们那会儿攻击的挺爽啊,然后呢,最近有中资在香港的企业公司 他们就开始清退一些香港人员,现在呢,他们就不爽了 失去工作,他们就不爽了 然后我刚才呢,又做了一个视频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香港的那些反对派的议员啊,那些泛民的议员 这一个夏天以来呢,他们上窜下跳 鼓动人们上街,鼓动人们暴力 这一个夏天呢,他们挺爽 但是,这两天,立法会里面在审议给警察发放加班费的时候 这个加班费可是巨额呀,将近10亿的加班费 这个时候他们傻眼了 当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傻眼了 当需要他们拿钱的时候呢,他们傻眼了 当然他们拿钱要给他们那些暴徒钱,来给那些暴徒擦屁股 打了的,砸了的,由政府来出钱修复,这些他们意见 但是给警察发放辛苦费 这时候他们傻眼了 其实呢,让他们更加傻眼的还在后头呢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呢 那是什么呢?今天呢,我看到路透社有报道 路透社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路透社有报道说呢 习近平呢,将会于下个礼拜的时候呢 到澳门去参加澳门回归20周年的这个庆典 到那时候呢,习近平会公布一系列的政策 都有哪些政策呢? 主要呢,就是这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将会在澳门成立人民币计价的证交所 以前这个澳门呢,它主要是经营一个赌场 它的地方小,然后人口也少 然后这一个赌场呢,给他们创造的GDP 已经足够让他们很富裕了 它不像香港 香港呢,是因为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因为它转口贸易码头的这个地位 所以呢,让它经济呢,非常的繁荣 它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以前它在亚洲四小龙里面呢,是数一数二的 现在仍然是数一数二的 而它的这两个地位呢,全都仰仗着国内的经济状况 当国内的经济受到制裁的时候呢,必须得通过它的时候呢 他们就大发奇才 那现在呢,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呢 也带动了他们,也同样的大发奇才 所以香港这帮烧包们 他们就认为说,哎,是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 使得大陆得到了发展 他们呢,就想说让大陆不能沾到他们的光 他们意识不到呢,实际上是香港沾了大陆的光 好,现在呢,习近平就推出来这五项政策 第一,在澳门成立人民币计价的证交所 第二,加速推动人民币结算中心 你香港是一国两制,澳门也是一国两制啊 在香港可以推广的,也可以在澳门打造啊 第三,就是发展金融基建加入亚同行 就是呢,把澳门也向金融领域来扩展 然后澳门这个地方太小了呀 那就第四项了 第四,从广东画一块地儿 从广东画一块地方给澳门 来供这个澳门来进行开发 第五呢,就是效法新加坡 新加坡呢,经常是搞一些国际会议 将来澳门也会效法新加坡来举办一些国际会议 这样呢,一步一步的扶植这澳门 把澳门扶植起来 逐渐呢,就会代替香港 这个路透社说呀 北京已经指示了国有银行及企业 协助澳门建设基建了 以促进金融多元化 已经有两名啊 已经调拨了两名 以前呢,就是专门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的两个官员 今年呢,把他们转到澳门协助建立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交易所 这路透社呢,还采访了内地的官员 有内地的官员透露说呢 中央以往都是将优惠政策留给香港 但现在呢,就打算分散开来 但是呢,中央无异于让澳门取代香港 只是呢,需要制定应急方案 应对香港局势可能发生的转变 从而避免因为香港的市场出现问题而影响内陆的企业 这是一个良策准备了 香港的金融地位呢,已经在世界上得到了认可 广泛认可 而且已经稳定 如果说香港这些傻傻他们不闹的话 其实中央当然无异于取代香港了 为什么呀,对不对 无异于取代 但是呢,如果再继续这么闹下去 香港没有办法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话 那现在呢,就要有一个备胎 就跟那个华为的人正非似的 对吧,你中央必须得高瞻远瞩 你有一个二手计划 有plan A,plan B,对吧 一旦你要是不行的话呢 我就有取代的 我没有问题 所以说你香港你就闹吧 你闹得把自己的地位闹没了 澳门取代了你了 然后你就傻眼了 就再次傻眼 那些中资公司开除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傻眼了 给警察发钱的时候 打一打,砸一砸 结果警察光加班费 就要付出将近十亿 这时候掏钱的时候傻眼了 等到将来呢 那些中资企业都撤出了 那些外资企业也撤出了 去了澳门了 到那时候 香港人就更傻眼了 我现在比较建议呢 有这么几点 中央呢 我想他们也能想到 我只不过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就发表一下我的着见 首先呢 就关于香港这些 一定得有一个名单呢 得有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里面 得把他们这些人 都给他们记录下来 说将来有一天 香港没法发展了 大陆当然是 现在的政策就是 欢迎香港人民到大陆发展 你到大陆去就业呀 到大陆去生活呀 这完全都没有问题 一视同仁 就好像香港人和大陆人 是完全同样同样的待遇 其实现在有好多香港人 我的网友里面就有 他们如果说 他们条件许可的话呢 比如说 没有孩子需要上学 或者你的时间是灵活 或者你干脆 你就是退休了的 有好多人在大陆生活 有些人呢 就在深圳买了房 有的人呢 在东莞买了房 在东莞深圳呢 什么的生活 甚至呢 还有的人啊 香港的网友跟我说 甚至他们到哪去生活呢 他们并不局限于跟香港交界的地方 那些退休了的 他们甚至于呢 到北方更远的地方 他们不是在香港是海边吗 然后他到北方去 也到海边 有一个网友呢 他就去了山东烟台蓬莱 大家知道蓬莱吗 蓬莱仙境 大家知道不知道 蓬莱仙境啊 我去有网友呢 就去了山东蓬莱 那个地方去生活 那蓬莱仙境 比香港还好呢 到那里买的房子呢 又便宜又好 生活别提多惬意了 所以我就建议哈 中国政府 现在 把那些的暴徒们 什么 朱凯迪啊 毛孟静啊 林卓恒啊 还有什么黄之锋啊 还有很多啊 建立一个数据库 他们这些人 将来就算他们纳过门来了 他们想到大陆发展 不准 不要对每个人都开放 好人要 坏人不要 这些人不准 还有现在就从那个中资企业里面 开除的那些 我上一个节目里面 我说的我都没点名 那个所谓的金融家 经常发言那个金融家 牛的不得了 那样的人 上黑名单 不要他们 坚决不要他们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澳门 也要吸取香港的教训的 澳门现在是乖宝宝 你指不定哪一天 是吧 在美国的鼓动下 他们呢 也翻糊涂 他们当中有些人也翻糊涂 也做香港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在香港这个问题上 是如何被动的 如何有劲使不上的 澳门 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当然现在呢 澳门那边 这个23条立法 澳门已经立好了 23条已经立好法了 那和大陆之间的 这个司法协助呢 逃犯条例呢 这些 还有呢 就是他的审判系统 法官 如果法官乱判的话 大陆能不能控制得到 不妨呢 把他们的终审权 放到最高人民法院 还有呢 就是如果他出现暴乱的话 不要把这个权力 仅仅是放在他的特首的手里面 让中央很被动 不要说只有他澳门政府 请求澳门政府 要求中央才能插手 中央得有一个主动权 平常我不管 一国两制 平常我不管 当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 出现哪些情况 中央可以管 要把这些呢 都给他 趁现在澳门人民 还和中央政府 一条心的时候 要把这些法律 都给他完善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进出境的问题 如果澳门 欢迎美国的那些 反华的议员 欢迎他们来的话 中央有没有权力 插手这些事 就类似吧 一系列的这些 应该想到 应该给他立法 用法律来固定下来 以前呢 中国政府 尤其是想当年 邓小平那会儿 法律意识 其实不是很强 邓小平在他 邓小平文学里面 说实在的 考虑的挺周到的 但是没有体现在法律里面 你到了现在 你能说邓小平怎么说的 然后你就来怎么办吗 不能啊 要有法律意识 用法律给他固定下来 到出现乱的时候 无论是中央 是习近平 还是其他的什么人 上了台 这个法律都是不变的 你就不会造成说 当初邓小平那会儿 挺强硬的 出现问题 他能处理得了 然后换了别人以后呢 别人可能就会 一时一世的 想法就不一样 或者是就变得被动 对吧 所以还应该 用法律给他固定下来 学美国 你看美国就是 任何的一点事 他就搞一个法律 因为你要搞一个法律的话呢 甭管是过多少年 后面的国家领导人呢 也照样可以用这条法律 但是你要是不固定下来呢 后面的领导人 就没有根据了呀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讨论到这里 总之呢 一句话 香港 有你们哭的时候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